一族慈善会的志工们每周到新夜小站服务 已经有长达11年的时间 另外他们也时常到各地的安养院 以及爱心机构服务 四处行善 关怀弱势 赖着自闭症的孩子们常常跳跳 这些穿着红色上衣的一族志工们 自己也笑得好开心 志工们为新北市自闭症服务协健会的孩子们上课 已经有长达11年的时间 孩子们的进步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每到星期后就感觉 今天又要去卢州了 又要去自闭自协会 对 他们很喜欢看见我们 看见我们就一直叫一直叫 又玩又跳什么的 所以我们做起来都心里都很踏实 感觉他们也在进步 我们也一直在进步当中 创会至今有25年的一族慈善会 目前有2000多位会员 平时除了从事吉能救助 也到各地的安老院教养院等爱心机构 为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服务 我们的志工都很有爱心很热心 有年轻的有老的 我们的长者志工有一位80几岁的还在当志工 帮忙老年家剪头发 帮忙老年家剪指甲铺船单 到其他单位去还帮他推轮椅喂饭 还有一个单位帮他带动轮标 轮标里面我们都有很有收获 我们本身也不会跳轮标 去到那边他们老师教我们 要带动学生 我们又来教他们 我们收获也很多 虽然这些志工有不少 本身就是上了年纪的婆婆妈妈 但他们因为有满满的爱心和行动力 让他们长保青春活力 更重要的是 生活也因此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 记者蔡政协理秒会如周采访报道